以赛亚书第31章 或在那些向埃及求帮助的 是因藏赖马匹 倚靠甚多的车辆 并倚靠强壮的马兵 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 也不求问耶和华 其实耶和华有智慧 他必降灾祸 并不还悔自己的话 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 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 埃及人不过是人 并不是神 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 并不是灵 耶和华一伸手 那帮助人的必半叠 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 都一头灭亡 耶和华对我如此说 狮子和少壮狮子 护食咆哮 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 他总不因他们的声音金黄 也不因他们的喧哗说服 如此 万君之耶和华 也必降临在西安三缸上征战 劝量怎样三次付出 万君之耶和华 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 他必保护拯救 要越门保守 以色列人啊 你们深深地背逆耶和华 现今要归向他 到那日 各人必将他金偶像 银偶像 就是亲手所造 献自己在最终的都抛弃了 亚述人必倒在刀下 并非人的刀 有刀要将他吞灭 并非人的刀 他必逃避这刀 他的少年人 必成为福苦的 他的磐石 必因惊吓挪去 他的首领 必因大旗金黄 这是那有火在西安 有如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 谢谢大家